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姐 今天腌五花肉和香肝分享个好吃的 首先把五花肉皮的一面在锅里煎一下 煎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腌肝丝球把皮上的杂质清洗干净 冷水下锅 放几片生姜 两节葱蛋 一小块桂皮 开上盖子大火煮30分钟 香肝切成薄片 装入盘中备用 再切点生姜 大蒜切片 两个小红椒切成串 也可以用小米椒 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煮好的五花肉锅一下凉水 再清洗一下 控干水后切成薄片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切好的香肝 锅中切好的香肝 测一下水 增加底味 也可以让香肝更软嫩 水开后焯水一分钟 捞出颠感水分备用 锅中倒入少量的食用油 倒入切好的五花肉 开中小火炒出油脂 再放入姜上和辣椒串爆香 放一勺豆瓣酱 把红油炒出来 然后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勺白糖 一勺生抽 蚝油 胡椒粉 一点脑粗上色 一瓶盖高度白酒 再翻炒均匀 倒入香肝 翻炒两分钟 让香肝更入味 最后再放一点大蒜叶 小半勺鸡精调味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鲜香入味的香肝回锅肉就做好啦 喜欢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